蚩尤与皇帝战架 场面特别宏大 皇帝派出狗熊 老虎 狐狸 豹狼 等等的兽出击 结果全被蚩尤化解 嘿嘿 小菜一碟 蚩尤乘胜追击 放出大雾 把皇帝的军队给困住 不行 我得冲出去 皇帝突然想起了手下风后 赶紧让他研发了一款定位器 大王 这款纸南车 真正实现了无人驾驶 能够自动当行 百公里号游 回名 别废话了 路撤 靠着紫南车 皇帝顺利冲出了烟雾 这次战败 让皇帝非常郁闷 他突然想起了映龙 映龙能够涂水成雨 刚好可吃油的大物呀 可没想到 吃油派出了皇帝的前员工 还夺着义尸 嘿嘿 对不起了前老板 吃油更动 他们发动神力 暴于倾盆而下 映龙的水击完全失效 最终皇帝站了 气死我了 咱们走着瞧 任无可忍 不须再忍 比如 燕帝的事业 正坐着风生水起时 突然被被帮崛起的皇帝 冲过来抢地盘 冲开 最后一眼被战斑 被迫去南方发展 哼 南方也不做 而皇帝为了庆祝胜利 就告了一次 派头十足的巡游 他坐在巷车里 侍卫是帝方鸟 顾尾是蛟龙 疯狂在头顶唱歌 同时在脚下伴舞 风伯和雨狮下意助兴 各种鬼神跟在后面 撑场面 而吃油 坐在队伍最前面开路 你死我了 他长得好丑呀 吃油原先是炎帝的员工 被皇帝俘虏后 特别的生气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快把我放了 为了对吃油表达关心 皇帝特意安排了 风伯和雨狮 日夜监视吃油 结果坏了 他俩竟然是吃油控制 是的 再能为自己活来一次 于是 他们结为了 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在他俩的帮助下 吃油成功逃脱 回去后 他力圈炎帝 力学圈齿 可烟帝只回了两岁 呵呵 既然领导没了斗志 吃油当即决定单战 可创业需要资本 于是吃油叫来了 自己的81个好兄弟 吃油大客一句话 我们就进一场皇帝两刀 吃油又去南方发动了 苗民路火 然后去山林里 召来了师妹娘娘帮忙 队伍组建好后 吃油正式开启创业之路 他从南方一路下到北方 决心独吞北方市场 此时的皇帝正在中定 此时 吃油打过来了 他当即决定说服吃油 现在你后悔还来得及 可吃油根本不吃这一套 决心用拳头讲道理 最后 双方在捉弩展开一场大仗 古人御假清真真的有用吗 首先 干这事的帝王一般都特能打 还要兵强马壮 后勤到位才行 可即便这样 也是九死一生 比如 曹操清真东武 结果揍了花容道 流氓清真匈奴 被困白登山 随养帝 清真高宫离 激发明辩 随从灭亡 当然了 李世民这种六边形战士 除外 而有些人 纯粹就是吃饱了铲的 比如 朱祁镇就听了王镇的忽悠 这里清真瓦辣 可当时 大部队都在外地 他就临时凑了二十万人 决定出发 结果 刚到大头 朱祁镇就发现 尸痕变野 后勤涣散 他决定撤军 却 被王镇劝阻 哎呀 陛下 咱没打就中 太丢人了 不如先去我老家 让我傻傻微粉 可大军刚上路 王镇又后悔了 陛下 这么多人 我家装甲会被踩坏的 咱们远路返回吧 你考虑的 真细致呀 远路返回 结果 大军刚到白来线 就被瓦剌大军包围 朱祁镇被瓮中捉鞭 称为俘虏 皇位也被迫 转手给弟 唐朝人 怎么继承遗产 如果老爹去世 遗产优先由儿子们评分 爹死得太突然了 我接受不了 你是接受不了 突然报复吧 如果儿子都没了 就由孙子继承本额 爷爷和爹 走得太突然了 我还不会理财呀 哎 花钱还不会吗 就是 如果孙子也没了 遗产就由妻子继承 有了这笔钱 我就能跟老王 奇怪地度假了 如果连妻子也没了 遗产就由女儿继承 让你不重视我 最后钱还不是落在我手里 如果绝户了 那就按死者的遗嘱执行 我宣布 死者遗嘱内容为 想搞我的钱 没门儿 如果死者没有留下一注 就按血脉关系 由近亲继承 不不不 我们跟这伙没关系 我们怕雷批呀 如果连亲继也没了 那就归官府所有 就我运气好 赵狂颖 如果你挂了 皇位打算砸弄 给我儿子呗 他们太嫩了 听妈的 你把皇位传给你弟赵光颖 然后他再传给你四弟 小平美 等你儿子长大了 再传回给他 不就行了 可是 没已经就什么定了 15年后 赵狂颖去世 赵光颖顺利继位 他为了锻炼侄子 赵德钊 就带他去幽州 体验大型户外真人秀 结果惨败 回来后 他还痛骂侄子 侄子压力太大 就用刀抹了脖子 不治身亡 哎呀 马上这皇位 就是你的了 两年后 小侄子赵德芳 也成长为 极有建设的精神小伙 然后突然得恶极 不治身亡 哎呀 太突然了 我接受不了 一年后 赵光颖他弟赵廷美 被人举报太显脉 然后被点植 不久 幽吕成奇 不治身亡 哎呀 你咋不多听几年呀 最后 赵光颖 只能勉为其难 继续做皇帝 我是被迫的 从秦朝到清朝 四百多位皇帝里 只有二十多位长子 继承了皇位 为啥长子接班这么难 第一 老爸 超常待机 比如 南越王 赵佗 活了103岁 成功熬死了所有儿子 只能传位给孙子 爷爷 我接受你 第二 老爸看不上 比如刘俊 就不受范武帝待见 读书有啥用 跟我打仗去 打打沙沙有啥用 按不去 没人的东西 大王 他想害你 不是我 不是我 管你的 拖出去扛了 第三 老妈失宠 比如 光武帝长子刘强 当了十五年太子 眼看就要转正了 结果 老妈失宠了 为了保密 他连夜辞职 伙命要紧 溜了溜了 少呀 第四 被人陷害 比如 秦始皇长子 扶苏 就遇上小人 你爸 让你去死 这 可是真甚至 爸爸 你糊涂呀 一觉醒来 成为朱棣 如何争取皇位 关于 喜业继承人 你们有啥看法 三岁就徒手举顶 七步成师 说法 入目三分 为求学 着地取光 闻能口吐芬芳 无能较快 出炎章 我是老大 好 就你了 玩我呢 我白说了半遍 孩子 别生气 你去北平当燕王 囤点地 六百多年后 那里的房价 不干到退休 休想买一瓶 这还像句人话 朱镖突然下线 喂老猪啊 大哥已经没了 我想了下 还是自己当开发商 更爽 你抓紧时间过户吧 过户也是过给你 职责朱语文 哪轮得到你 放心 他对自己人 非常友善 行吧行吧 老猪 你还没吃吧 我叫份外卖送过去 小肚鸡肠 斤斤计较 十早完蛋 劈死我了 我那几个叔叔 留着也是祸害 把他们给 吃 吃 你管这叫友善 给你拼了 当皇帝 智商不够 有多惨 话说 司马严选继承人士 很纠结 因为儿子太傻 孙子又很聪明 为了孙子能当皇帝 就让儿子凑个数吧 不巧 儿子司马中 击以为后 摊上了汉妻 贾南风 南风妹妹 人丑话多 行谈手辣 相互人称 一见没 以后 我说见谁就见谁 听到没 明白了 他掌权后 先见了司马尾和司马亮 杨俊那帮老东西 我都看腻了 明白 司马亮 我也看腻了 明白 你 我也看腻了 什么 过了几年 他又见了太子司马玉娘俩 知道我外号不 一见没 见人 我们在下面等你 这惹怒了司马轮 他待人就把贾南风干掉了 你们懂你这一时 接着司马轮被司马炯毒死 司马炯又被司马医夺了 司马医又被司马月派人烧死了 等到最后 司马中被司马月干掉时 虚敬也太多玩完了 都怪我那傻儿子 我是丑小绿 又是尘世的一天呀 为什么继承皇位 还要令人设 比如随朝太子杨勇 颜值高 又文化 还喜欢细师搞搞创作 可惜 这孩子活得太自我了 小妹妹送我的狼呀 弄下来 送的了大的你懂啊 他弟弟杨广听说后 立马磁碎舞鸡 快找快找 风靡乐器 开始读书练字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地有方 哎呀 我还真笑是呀 后来杨勇偏爱妃子 不小心生了三个娃 还把正气给气死了 老妈读故事指导后 当场发飙 咋门 杨广听说后 立马开掉所有飞子 快找快找 当着父母的面 秀恩来 来老婆 剥一个 老公 我也剥你一个 哎呀 我年纪人真会玩啊 最终 立稳人设的杨广 顺利成为太子 可杨坚临死前 又突然反悔了 杨广就连夜去送终 贴 你该注意了通知我 我一直都在 老头 别想花招了 杨广 比个人 如果你是李农基 想到皇上有多难 首先 你比较幸运 刚出生 爸爸李戴就是皇帝 儿子 你就打个享福吧 然后突然 奶奶武则天掌握了大权 立根家人 全被软禁了 哎 啥时候是个头啊 十九岁时 当你正在喂马时 奶奶武则天被罢免了 然而不幸的是 爱皮卡的是你的伯父李显 不过好消息是 伯父软肉的 被老婆委后控制了极面 你肯定不服呀 你伙同姑姑太平公主 发动正变 顺利让伯母领了盒饭 你爹又重新做回皇位 你大哥还把太子位 让给了你 正当你开心时 你姑姑又不干了 辛苦这么多年 也该轮到我了 正在他 你马上给你下毒时 被你先动了手 虽然你最终坐上皇位时 已经二十期了 不过好消息是 你在未时间长啊 足足四十四年